哈囉大家好 前美國職棒球員Michael Morse 這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2014年的國林冠軍賽第五場 九局下 幫助巨人敲出追平飛陽春全雷打 他們再靠著石川龍敲出再劍三分炮 擊敗紅雀挺進世界大賽 最後巨人擊敗皇家 奪得2010年來第三次的世界大賽冠軍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Morse 2012年球季還待在國民的時候 曾在一場比賽中 被主審要求假裝揮棒全雷打 再重新跑四個壘包 所以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在2012年9月的一場比賽中 國民做客紅雀主場 Michael Morse在滿雷的時候 敲出右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小白球最後彈在全雷打牆上反彈回球場 Fryce Harper先跑回來得分 然後Morse居然跑壘失誤 被觸殺在一壘之前 當然這球主審後來決定要看重播確定一下 這球很明顯的 是打在全雷打牆上 再從廣告看板反彈回球場 這是一隻貨真駕駛的全雷打 所以Morse從初局數變成敲出滿貫全雷打 主審這時候要求所有跑者與打者要重新跑壘 打擊的Morse回到了硬壘之後還等了一下 似乎不確定主審到底要他做什麼 反正如果要四分打點的滿貫全雷打 就乖乖聽主審的吧 結果他在被要求回到本壘 所以他只好倒著跑壘回到本壘板 他擺出揮棒敲出全雷打的動作 然後再重新跑壘 這也讓現場的轉播員啼笑皆非 他們也相當配合為這次的打擊再做一次配音 你沒有看過任何主審改判之後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 還對球員有奇怪的要求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你訂閱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